欢迎回来 虽然新冠病毒在全球有扩散的迹象 不过我国抗疫措施奏效 卫生部总监拿多诺西山宣布 我国今天没有出现新的病例 确诊病例依然是维持在25人 康复出院的人数也累计22人 目前还有3人接受治疗当中 情况稳定 另外政府在2月25号执行的 第二轮撤侨行动中 从中国武汉回国的66名大马公民和家属 在接受检测后 检验结果都显示呈阴性 所有相关人士没有出现新冠肺炎的病征